Hello Hello, 歡迎來到李基飛的頻道 大家好, 利迷非常好 剛剛贏了聯賽杯冠軍 第十個聯賽杯冠軍 不過這個也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本身我們已經贏了聯賽杯最多的球隊 特別在於什麼呢? 高普也說 這次是他教練生涯之中最特別的一次冠軍經歷 有幾樣東西 首先在逆境之下取勝 再一次循著利物浦的軌跡 他們拿冠軍 往往有時候都鼓勵不到 往往都是有些神奇的成份在這裡 2005年以此坦布之夜 2006年對著韋斯行陷落後之下 40多馬的遠蛇 神奇頂級超暢 19年逆轉巴採 20年英超冠軍 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之下 當然是貴前 貴前大家猜萬成贏冠軍 去到2024年 雙兵滿營之下 能夠和車路士決戰120分鐘 還要憑著雲迪克的頭鎚絕殺 贏到冠軍 十二馬都不用射 比賽前 看到球員名單方面 小弟在IG出了一個story 就叫做 在奸來奸,戰鬥到底 到底有多艱難呢 首先 蘇布斯納爾 紐尼斯 和沙拉 三個有機會復出的球員 一個都沒有復出到 看看整個名單 和周中對著盧頓的比賽 可以用的人腳 其實差不多 你可以看看後備值 今季之前 你所認識的球員 應該有 亞祖安 祖高美斯 和森美卡斯 沒有了 沒有了 其實今季之前都不會的 今季 由青年軍升上一隊 或者外者回來 再升上一隊的球員 就是在其他的後備證名單之中 雖然說雙兵問題嚴重 兵員就短權 但是呢 面對著人強馬狀 身價億億升的車路士 仍然可以到達120分鐘 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個人呢 期望不是說很大 發揮到自己 發揮到 所有的能力拼勁也好 其實 已經足夠 已經不能強求 一定要怎樣贏 甚至贏得很看清脆 這些都不要緊 但是 利物浦做到 利物浦 這十一、十二、十三、四、五、六個人 做到 雙兵問題不止 上半場還要踢足 加分比 加分比這場的表現 短短的二十多分鐘是 加分的 是精神的 但是面對著對方 摩西斯卡拉斯道的 踩踏 應該扭上了腳碗 因為看到他 頒獎的時候 都要拿著他的拐杖 但是 VAR 沒有叫球證看電視 沒有說要給紅牌 出自一個英格蘭球證 有這種決定 真是小健 比著是英超 應該紅牌了十勢 除了你說 球證沒有紅牌的判決之外 雲迪克棋在下半場 頂入過一球 遠藤巷越位 技術上是可以 去遠藤巷越位 但是 他處越位的位置 遮住了高維爾的路線 但遠藤巷沒有動 顧問論如何也好 球證的判決 在一個嚴格的執行下 相對利物浦就沒有那麼有利 但是雲迪克 第一次挺身而出不行 加時下半場和你來多一次 同樣 都是走出空位 這次 本身迪莎斯卡住他 他走了去 梅迪力的一個地方 梅迪力就鎖了迪莎斯的路線 這次聰明 不用自己的球員擔當 用對手的球員擔當擔當 塞了近處一頂入榜 遠處彈地 雲隊長挺身而出 不是有點像 以前謝拉特那種 挺身而出 入球 迫和 或者奠定性局那種意味 雲隊長第一次 擔當隊長 踢決賽 電下這種基調 如果之後會踢決賽 大心臟上身 有今次的經驗 肯定會更加有信心 挺身而出的 除了雲隊長之外 還有十幾個人都挺身而出 因為今場大家的表現 都是要讚 要給like 除了給like球員之外 希望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是利物浦球迷的 都給個like 還要再說 功臣不分線後 肌那下 除了髮型 除了髮型 除了髮型之外 他各樣東西都像艾利神 髮型和髮型都像艾利神 顏色不像 上半場左飛右扑 兩連扑 下半場面對著 光奴加拉加的單刀 出形 攤身出來 封住他的射門 動作全部都是艾利神 路數都是艾利神 艾利守護神上身的基納下 你可以不相信他嗎 以他這種表現 擺在任何一支球隊 他都有能力爭勝選 今天的表現 起碼今天的表現 Anderson 遠騰行 超乎想像 中場面對著摩西斯卡斯套 和安蘇法蘭迪斯 今早起床 就看到很多人在說 Anderson 和Casado 等於Andor 或Andor 大過這兩個人加起來 真是 中場對抗 爭頭錘 勝率很高 猜不到速率方面 沒有輸勝之餘 有很多球 甚至是爭贏你 這次真是盡力了 因為完場之後 他也要扎著 走出球場 希望沒有大礙 希望是一個保險一點的做法 哥那迪 和雲迪克的拍檔 今場走走滴滴 面對著對方 Jackson Stirling的衝擊 沒有給予對方太多的機會 沒有給予對方太多的機會 有時壓前 殺上去 覆蓋的工作就靠他 雲迪克 定海神針這四個字 他已經認得很好 站定位置 等你的高球過來 等你推過來 下半場 加時下半場 哥奴加拉加在禁區裏 拿球 準備射門之際 雲迪克站在那裡 撩走你的皮球 時機 技術 剛剛好 這些就是級數 當然 整場非常專注 令到整個後防 這些就是日常的工作 對於他來說 右閘方面 哥奴巴特利 厲害 真是厲害 由青年隊上來 踢右閘 適應得快 表現得好 上場對車路士入球 今次對車路士 更加有一個巨大的挑戰 不只是賽前講到面對著Stirling 而是 面對著加分比受傷之後 他要踢一個 右翼的位置 當然 不可以跟其他進攻球員相提評論 但也有表現 有鋪橋踏道 有射門 算是這樣 有拉扯 有牽制對方的能力 對面的路易斯 也有受益 也有受益於此 這也稍後再講 但巴特利 真的給他一點掌聲 一個年輕人 一個小將 武協場不只 在英格蘭最高的舞台 還要是 客船 遊翼的位置 當時哈菲艾利諾踢中場 高美斯踢右閘 左邊 左邊就是 正選羅伯神 上上落落 前仆後繼 上半場面對著高爾彭馬 有一下非常關鍵的產節 試圓 車路士打到左邊 哈菲艾利諾 插進去 扶位 準備給高爾彭馬 一夜轟入網 但高爾彭馬到之前 羅伯神 先包過來 基本上包過來 後防中路偏有的位置 捉球 捉走球 最關鍵的防守是這下 也有一下 全中是 導致加分比 導致加寶 頂個彈地 中處 其余上上落落的表現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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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備出來的右閘 祖高美斯今場 與Stirling 的對抗 很多時都佔到仙計 沒有讓他太多上腳 過球過人的機會 森美卡斯方面 肩膀受傷 出來 狀態是好的 肩膀受傷 其他地方有得休息 出來後 也不需要太多時間去適應 上前助攻 是有力量的 在加時的時間 幫助路爾斯 尼亞斯一把 也有自己在禁區頂的右腳射門 其實他可以試多些這些 起碼那腳 有一班右眼線 有點像高美斯在左閘那陣 走的路線 有時候會入中路 右腳邊射 可以試多些 去到中場方面 剛剛講到Andor 現在講到麥阿里士打 上上下下 雖然沒有Andor看得那麼多 但是 他上又有功效 下又有功效 上 很簡單的過渡 但是精簡的表現 就在他身上體現到 他的中場對抗也不雅於 他的國家隊友 安索 雖然歷斯也是今天中場對抗的對手 對手之一 讚好另一個 艾利亞治 相對 其他中場 可能大家會覺得 他的頻率可能偏低 跑動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撞得 牙打 但是 李基 這幾位中場球員 和車仔 哥奴加拉加 安索菲蘭迪斯 摩西斯 卡斯道 三個對抗 真是不落下風 其實賽前都比較擔心中場的位置 始終對方的個人能力絕對是不容忽蝕 但是 他們不落下風之餘 甚至是 有過之無不及 有過之無不及 遠藤行也好 麥阿里士打也好 艾利諾也好 說到艾利諾當然 去到 下半場尾段還是家事 他又 去到右翼的位置 亦有他的威脅 在右腹位插前 有兩次的機會 都是接應一些轉邊的傳送 入禁區直接射門 一下緊緊射出零空的 腳內檔掃射 掃把腳踢過去 另外一下 再近一點 小禁區偏右位置 可惜中了柱 在家事上半場的時間 但是 他在右翼 雖然拿球未必說 一定會爆破到 但是 他有他 製造威脅的方式 他有他埋門的方式 然後說到前線方面 說到家寶先 家寶 他對著兩個中堅 固然是辛苦的 迪莎斯和高維爾兩個 高大兼大隻兼快 兼有路數 有級數 但是 有一下頭錘 他升起 往後去頂 其實差一點點 可以入球 中柱 彈地 中遠柱 那一刻 他已經贏了 只差 門柱 只差一關 其餘有機會 後上插前的 射門 在對方的包夾之下 可惜射高了 在下半場的時間 但家寶今次都盡力了 另外盡力的還有路爾斯迪亞斯 他的威脅是維持著整場的 威脅變速了 推進 以一敵三 再禁區頂 分球 就是那一刻給了家寶 家寶差一點點入球 如果入球了 肯定是金球 但是路爾斯迪亞斯 他是繼沙拿之後 第二個可以擔到大騎人物 如果沙拿 今季之後 真的touch route 離開利物浦的話 他就是擔大騎的人 我覺得 他就是擔大騎的人 在左邊也好 包到左腹位也好 去到禁區頂也好 去到哪裡都有威脅 去到哪裡有威脅 維持了120分鐘 接下來三位 一定要說 首先 波比奇 詹姆斯麥干奧 和丹斯 大家留言說 在今季之前 有幾多個人是認識 這三位哥仔 老實說 我未認識 但是 他出場的數字 一隻手數得完 這三位 今季 在一隊出場的數字 一隻手數得完 但是來到 英格蘭最高的舞台 溫布內球場 踢了很長時間 20歲的 麥干奧巴達利 踢了72分鐘 19歲的波比奇 踢了48分鐘 18歲的丹斯爆炸頭仔 踢了33分鐘 詹姆斯麥干奧 19歲 都是踢了33分鐘 查韋爾坤沙 其實是21歲 踢了14分鐘 哈菲艾力 踢了120分鐘 踢了兩個位置 但是他們沒有協場之餘 跟車路士的對抗 不落下風 展現到他們的活力 他們做到的事情 波比奇勒 詹姆斯麥干奧的過度 對抗 是完全踢到利物浦 高普 輝夏果加波出來的 沒有人 是需要特別被包圍 被照顧 被 被人鬥著 沒有 互相幫手 互相幫助 這個就是 難能可貴的地方 初出茅路 但是所謂初生之族 亦都不怕苦 他們就是這一種 他們就是演繹這種表現 未來 說的是今季也好 未來的球季也好 未來 他們會是球隊的主力 OK 高普2.0 甚至是3.0 雖然他離任了 但是 3.0 或者2.5 什麼都好 已經出來了 昆沙 麥干奧 巴特利 波比奇勒 但是 全部都有能力 一隊上陣 全部都可以踢正算 全部都可以後備出來 今季 輪漫陣容 可以參加他們玩 就算 沙拿 祖達 忠師 等等出來 面對四線作戰 現在只有三線 因為贏了聯賽 三線作戰 疲勞 消耗 受傷一定有 但是如果前線 我們有六個選擇 沈丹師的說話 整個說法都不同 中場 有奇勒 有 詹斯 麥干奧 我認為他們隨時可以後命 面對任何的對手 光奧 巴特利 不用說 昆沙 不用說 這兩個 已經充分證明了自己 另外想提的是 哈菲艾利諾 雖然 大家應該認識他很久了 應該認識他很久了 但是他20歲 沙拿之後 由誰 去傳承他的位置 盧爾斯特雅斯固然可以擔大棋 但是之後 就是你 哈菲艾利諾 哈菲艾利諾 連串驚喜的表現 在最高的舞台 我相信沒有人猜到 我也相信 是 利物浦的團隊 才相信他們 要歸功於 教練團隊 所以要歸功於利物浦的隊友們 整隊球很支持 整隊球 很好氣氛 氣氛好 不只是在於慶祝的畫面 而是你看他們的行動 奇勒也好 麥光奴也好 巴特利也好 是向前衝的 就向前衝 是比直線 就比直線 是扭球就扭球 是上 就上 但是 在禁區裡 用他的個人技術 面對著對方 兩三個人 小範圍 用他的 左右的拖球去尋找機會 就是尋找機會 尋找空間 就是尋找空間 這 我認為 一個小象 可以發揮到 所有的能力 沒有協詐 在很多球隊都看到 但是 當所有 或者幾個小象 一起 可以發揮到 他們的 真正的他們 讓大家看到 他們 能力上的表現 心態上 那種 不畏懼 和團隊的支持 相信是很有關係 這個也是 今季利機 成功 今季利機 為何可以 這麼神奇 為何可以出乎意料的 一個因素 本身 小禮認為 粥總盃 歐霸 應超 三個一起拿 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 看到今場的表現 他們告訴我們 巴特利 昆沙 奇勒 丹斯 詹斯 麥干奴 告訴我們 今季 我們的兵源 不是那麼短缺 堅持 這三線作戰 絕對有可能 三線爭管 絕對有可能 OK 今場是改變了小弟 對整個球季以致未來的展望 今場的意義 除了是冠軍之外 是全城 是精神面貌的體現 是希望 是未來 就是這樣 表現分析 我想 是當下的事情 但是 今場是 打下了一支強心針 是利物浦 未來的基調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班年輕球員 希望大家 繼續 支持利物浦 爭另外三線的冠軍 足重杯歐巴和英超冠軍 咬下去 尤其現在在領先的位置 我開始相信了 大家不知道開始相信了嗎 或者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想表達一下 多些人聊波警 開心點 歡迎留言 講任何事都可以 正面的意見 或者需要改進的地方 或者是 悲觀點的意見 不同的角度 看看大家有沒有一些 的碰撞火花也好 多些的討論 對了 差不多講到這裏了 別舉意的冠軍 恭喜利物浦 恭喜我們 多謝捧場 拜拜